你好,大家好! 今天是2020年3月23日 今天講一下Youtube的生態環境 其實之前都講過的 那不过最近你看到很多人就都有讲过说那些view数啊,推播啊,各样东西,就好像少了哦,这样,那,啊,就是我的观察就是呢,第一样东西,你那个YouTube呢,那些人说什么呀,那些人说YouTube那帮人啊,就是最近疫情,跟着放假,哼,那所以呢,就没有推播,喂,他不是人工推播的嘛,不玩啦,那还有那个server放了在这里,那就算你说经济差,跟着那个广告数量, 那他都是派进去那个片里面那些广告数量低了的嘛,就不会影响你那个view数的,那所以这些不成立的,那又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呢,其实你要由用家的角度去想翻,啊,如果不是你用这个,就是合作伙伴的角度呢,那你就未必想得明白的,那首先呢,第一样东西就是,其实最近呢,那些看YouTube那些朋友仔,因为那个, KOL100啦,那这样东西,那所以他们是subscribe,订阅的时候呢,订阅多了片的,那既然你订阅多了片的时候呢,其实YouTube都有个priority的,那所以呢,他就会,呃,你最近看那些片呢,他会,用个L稿计的时候呢,就会,给一个高一点点的priority,啊,一个优先顺序, 那所以呢,反而就是他们看开那些,就未必有推播哦,就是我假设啦,例如,个朋友仔看开A的,跟着他就订阅了BCDEF,那结果呢,有时就,不是说他不推播哦,而是,可能miss了,就是他miss了都不知道,这是第一点,第二点就是呢,那个功能更新, 就是,YouTube最近呢,就是,他连那个社群功能啊,就是社群里面呢,你那个对答啊各样呢,他都会推送通知哦,那结果呢,我们说那个推送啊,就会稀释了啦,因为你就不是那些片在那里推送了哦,你连带连那些,对话conversation那些通知呢,都在那里推送了哦,那结果呢, 那些叫什么呢,大海捞针,大海捞针的意思就就是说呢,你都很难找回,就是例如你订了ABCDE的,你都很难找回A出来啦,就是如果你订了BCDE,而且你经常在BCDE那些社群里面,聊聊天啊各样,而且我们是有一个叫做CLOS的运动啊,就是comment,like,和share啊,那啊,尤其是comment的时候呢,那在那里不停的对答啊,那 那么那个通知都会不停的那样有推送的嘛,那结果呢,就是就算有时推送了一些YouTuber的资讯啊,那他都看不到啦,如果只是靠recommend,就是建议那个难位啊,就是你看完那些东西,他会建议几条片给你的嘛,那结果呢,等别人靠那些建议的内容啊,然后才卡进去的话呢,假若啊,你的片是黄标了的话呢,那就更加难收到通知啦, 也更加难是推在这个页面那里啦,那这个是我观察到那个平台反应啊,那就讲一讲的,而第二样东西就是呢,啊,就是之前我用经济学的角度讲过的啦,因为啊,其实你啊,少了incentive的时候啊,因为YouTube那边,他本身的广告收入呢,都少了的,因为经济下滑嘛,但是同时间呢,他还要加上黄标你哦,那就少上加少啦, 那所以啊,那些YouTuber才会见到的时候呢,就突然间觉得,咦,好像干嘛,少了那么多曝光率这样的啊,那原因就是因为那个广告费少了啊,而少了的时候呢,那我讲过就是说呢,必然是会引致一样东西叫underproduction的,underproduction就即是减产,啊,有些游离分子哦,我是讲的,一些游离分子的那些片呢,都可能是少了的咯,又或者这么说啦, 啊,YouTube本身啊,整体的那个短片数量是会减少了,那你说,其他人减少了而已,不关我事的,那我之前都讲过的啦,就就是说呢,YouTube其实是一个回圈来的,你看完A的时候呢,他就会可能推播BCDE,就是有几个同样是讲这个topic的时候,哇,玩下手,其他人啊,都没有推播功能的时候呢,就是,他拍少了啦嘛,那于是乎啊,推送少了的时候呢,就可能 那些不适合你看的东西呢,都会推卖出来的哦,然后,到最后呢,才是讲的一样东西啦,就是,可能呢,啊,大家没什么心情,为什么没什么心情呢,就是最近,哇,就是腾腾呱呱呱呱呱呱呱的那些东西又是,第一样东西就是呢,这个环球金融风暴先啦,就是给这个隐瞞疫情的恐怖角度啊,那又搞到鸡毛鸭血,就是你强积金都不见一截啦,是不是先,那还有身边的朋友啊,各样可能 可能都被隔离的哦,有机会,就是人心惶惶底下,就是可能都没什么心情看这样东西,还有呢,第二点就是,那些人眼睡啦,为什么眼睡呢,哇,大佬,现在,经常戴着个口罩各样,你要工作啊,那些,都欺眼睡啦,是不是看片自必然少了的,啊,这点很明白哦,就是有时,我都会看下别人的那些片的嘛,然后呢,看看下的时候呢,我欺负鬼着了啦,但是不关他,他讲得有没有脆的, 那些事的哦,就是我都觉得其他人,讲得挺有趣的,我才会听的嘛,那问题就是,实在太眼睡啦,跟着才是,讲紧,之后那几样东西,第一样东西就是呢,近日很多东西都去了平衡状态啊,平衡状态的意思就是说,没什么大变动啊,就是,很多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,啊,林郑都是每天在那里演戏这样的啦,世界各地现在就,来着第一波爆发,就等着呢, 看下这个,复工那个,恐怖帝国啊,就会不会翻发这样的意思而已,那但是他翻发又掩住了啦,就是如果有些很爆的事情,才会,传到周围都是,例如最近这个,中移动的数字啊,就绝对是,可以推断到他那个数目的,还有之前呢,我都讲过的了,就是意大利那边呢,那个人数,你可以推断回,啊,几十万走不掉,但是现在中移动那边是说几千万,那我想又不会那么恐怖的, 下来一点啦,就是几百万,可能一个人有,呃,两三个卡好,问题就是,那个人死了呢,才没有那个新增额啊,还是他就这样隔离了都已经没有了那个新增额呢,那有一点很有趣的,我觉得又是,就是如果你说经济下话,所以才令到那些人要cut卡啊,各样东西,原本有公司号的时候啊,都会cut那个公司 number,不好像都要绑机的,是吧,就是你都要实名制的嘛,anyway,就算是, 是退一万步那样讲的,如果你真是因为经济的需要,然后要cut卡的话呢,那可以,预想到就是,里面经济都很大事哦,所以无论你答yes又死,答low又死的哦,那最后一样东西就是呢,其实这个是,不单止香港人看的,就是如果你看回呢,我见到自己都有很多海外的听众,那所以其实呢,之前海外那些听众呢,现在是很,就是,怎么说呢,很多东西要搞啦, 啊,就是包括,可能家居卫生啊,包括要买日用品啊,各样东西啊,是忙到七彩的,还有又要打点一切啦,又要联络亲友啦,所以呢,这个浏览的人数下降呢,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事情来的,而最后要讲那点才是碎片化,什么叫碎片化呢,就是因为近日啊,其实是,很多人开始 alert了就是,说原来会有肥仔结啊,各样那些,就是怕他们劣币驱逐良币哦, 于是乎很多,不同的人都拍多了片的,那拍多了片的时候呢,那所以那个推播功能啊,各样那样就充斥着,充斥着整个平台啊,如果用经济学的原理来讲呢,这个是一个竞争性供给啊,competitive supply的概念来的,就是,时间是得那么多了,那结果,供给了这段片的时候啊,就没有供给到另一段片咯,啊,那个view数就是这样分的了,就是一个人每天看片, 你没可能看N套的嘛,是不是呢,那结果啊,你除开的时候,那个view数下跌,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事情来的,那所以最重要当然就是,bookmark了它啦,还有我发觉就是呢,有时就不是说那个view数跌啊,而是呢,会迟几天才出回来的那个view数,因为是迟几天呢,撈回去的时候呢,才见回这个YouTuber拍过的片,啊,虽然就迟了几天了,真的要很 alert的 的时候,因为,啦,又老实这么说啦,就算是按了个钟仔啊,啊,都未必是说,每套片都会走进来看的嘛,是不是呢?那我见很多人讲这件事,那所以,我就讲一下这个生态圈的问题啦,好,今天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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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